让花莲重现喜剧的美丽与希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服役事業之先河 就是創設這個生己戶跟佛圖戶 那麼檀耀之所以會創設 生己戶跟佛圖戶的一個歷史背景 先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我們知道這個北魏 文臣帝 復興佛教 那麼檀耀 就擔負起這個復興佛教的一個種子大任 他就 建議就開創了這個雲鋼石窟的這個雲鋼五窟 那麼北魏皇權投注大量的一個經費跟勞力 年年在營造這個雲鋼石窟 光靠這個朝廷 跟後來因為這個北魏 遷都到洛陽 他的重心點轉到開創這個龍門石窟之後 對這個雲鋼石窟的一個開創 就沒有投注像以前那麼大的一個經費 所以到了第三期的這個雲鋼石窟的開創 主要是由這個民間信徒的一個資源來支撐 來支撐著這個雲鋼石窟的一個開創 所以等於說這麼一個龐大營造這個雲鋼石窟 光由朝廷跟信徒的一個資源是不夠的 是不夠的 正好在這個憲文帝 黃新三年的時候 北魏 佔領了 這個南朝柳宋在山東清齊地這一塊領地 清州的這個山東省清州現在的這個 林芝地區的這個領地就把這個清州的柳宋居民 把他遷移到這個平城附近的這個平啟郡來就地管束 就像這個北魏太武帝滅了這個北梁之後 也是把這個北梁政權這個居取冒遷跟當地的一個軍民 把他移到這個平城就地管理就地管束一樣的模式 這是這個北魏他們把這個佔領的一個新的一個地區之後 就把那個地區的居民把他遷移到平城 他遷移到這個首都內就地管束的這個做法 是延續著這樣的一種做法 那麼在這個遷移到這個平啟郡 被就地管束的這個柳宋移民呢 就被稱為平啟戶 就被稱為平啟戶 那作為一個這個被佔領的一個居民 我們可以說他當然就是屬於次等國民 乃至是次次等國民 當然就沒有這個好的待遇 那個官府啦或是統治者啦 當然是沒有給他好臉色來對待 所以這個平啟戶 他們可以說是過得非常的一個艱難 就類同這個農奴勞役這樣的一個不斷的在耕作 不斷的在耕作 受到很不平等的那個待遇 那自然而然就導致了這個民怨的產生 所以說三不五時就有這些這個民怨叛亂來出現 成為這個北魏政權的一個頭痛的一個對象 那這時候這個三門筒 這個升官的一個最高領袖彈躍 他注意到這個平啟戶 他們的一個情況 他們的一個情況 所以就也是憐憫 這個平啟戶他們的一個遭遇 就想說把這個平啟戶 就移到自己同管的這個升潮管制之下 是被視為這個平啟戶居民的一個最佳途徑 那當然對於平啟戶的居民而言 他們當然是希望這樣 因為畢竟被這個出家人來管理 總是比被官府管理來得好 因為官府畢竟對這個平啟戶而言 這種被占領的這個居民而言 當然是沒有好的待遇對待 所以這個平啟戶當然願意接受 這個坦耀這樣的一種建議 所以坦耀建議把這個平啟戶民 納入自己的這個升官統管的這個 升潮管轄之下 就被當時候認為是一個 安定平啟戶民最佳的一個途徑 那在這個魏書的這個勢老字裡面 他就有記載這一件事情 就是坦耀他就上奏這個皇帝說 第一個把這個平啟戶及租民 租民就是比如像前面所說的 這個北魏滅的這個北梁政權之後 也是把這個居群茂前這些達官險耀 以及這個重要的居民拿他移到平成 來就定管束一樣 這些被占領的這些移民等等 就是如果能夠繳交這個稻谷六十戶 給這個升潮 就是這個出家人的這個升官制度的這個升潮 這個管理官府呢 極為這個升起戶 那他所繳交的這個六十戶的這個樹糧呢 就叫升起樹 那減稅減稅就是當有遇到這個荒蓮積景的時候呢 這些繳交的這個升起樹呢 就可以拿來政績積民 政績積民 那又第二個呢 也同時呢 這個奏勤呢 就是如果有百姓啊 患了很嚴重的重罪 然後呢 就是這個官人的官府 這個做官的人犯了罪 被打入當官奴的呢 就納入這個佛土戶 所謂的佛土戶呢 就是替在這個寺廟裡面 幫忙打掃清潔工作這些雜藝 那麼平時呢 甚至還要去耕田種稻谷 這樣的一個兩種這樣的一種制度啦 這個升起父 繳交這個升己樹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這些犯重罪的人 過只是被這個當官的人犯了罪之後 被打入當官奴的 他們呢 就把他編入到這個寺廟裡面 去擔任這個打掃清潔勞役 還有跟種田的這樣的一種工作 那當然這個皇帝啊 這個孝文帝啊 他也就非常的認同啊 就允許這樣的一種 創設性的一個制度 於是呢這個升起父也好 升起樹 還有這些佛圖父 就是佛圖父 遍於周政 遍於周政 因為這個北魏啊 設立這個升官制度啊 可以說是這個中央啊 有這個 這個遭玄的一個制度 那地方呢 也有地方的一個生朝官員啊 所以等於說這樣的一種制度呢 就遍及到這個每一個周政啊 那這樣的一種制度 可以說最遲呢 來在這個西元476年的時候啊 西元476年的時候啊 西元476年的時候 就已經在北魏啊 地區呢 這個推行了 在推行了 那這樣的一種 像升起父 升起樹 還有佛圖父 這些遇到這個荒年積景的時候呢 他們所繳交的這些升起樹 稻谷呢 就可以作為贈災 那如果是平死的時候呢 他可以 帶給這些平民 帶給這個平民 來活用作為支柱平民的資金 透過這樣的一種融資跟營運 財源這個寺廟的財源收入啊 就大增 就可以應用在這個佛教的各項事業上面 比方說最大的就是這個 雲剛石固的一個開早 還有各個寺廟啦 到場的一個教化活動 也因為這樣的一個經濟充足啊 就活絡興盛起來 構成北魏寺院經濟穩定來源跟基礎 擺脫了這個寺廟的一個 一個經濟來源啊 在以前是靠由這個 這個皇權 或是達官險要的施捨 賞識這樣的一種被動狀態 就是比較有個固定的收入來源了 那麼促進了這個寺院經濟的一個發展 這樣的一種首創佛教社會慈濟 服役事業的先河啊 也為社會民心注入一股安定的力量 就是讓這些平起富民啊 還有這些被佔領的這些 其他政權的這些 俘虜的這些居民啊 可以說在這個寺廟的一個管理之下 總比被官府管理來得好啊 所以就安定民心啊 安定民心 那同時他也穩定了持續 增長的一個寺廟經濟 成為這個雲鋼石窟 在這個寺廟的一個寺廟的一個寺廟 開找了一個很豐富的能力 跟財務基礎 減少了北魏皇家 對石窟及寺院的一個巨大投資啊 所以等於說這個 彈藥所創設的這個 生啟戶 生啟術 跟這個佛圖戶啊 可以說有很多項的一個利多啦 很多項的一個利多 對居民也好 對寺廟也好 對這個朝廷也好 可以說是多樣的一個利多 所以是在當時候 算是一個創舉啊 創舉讓這個寺廟的經濟啊 它可以有穩定的一個收入 也活絡了這個寺廟的一個活動 那麼不管是開找雲鋼石窟也好 乃至這個彈藥 他在這個主持這個議場 翻譯經典啊 都有一個很固定 很充足的經費來源 那這樣的一種制度呢 在現代啊 就類似這個 食物庫 或是我們說的這個食物銀行 物資銀行 有點類同 只不過是這個食物銀行呢 大部分是屬於民間 民間或者是慈善團體啦 寺廟團體 他們在經營 他們不是屬於像這個北魏 是屬於中央的這個生潮在管理 是屬於這個中央級的在這樣的一個統籌分配 那麼現在的這個食物銀行呢 在我們台灣呢 基本上呢 大部分都是屬於這個民間團體 慈善團體或寺廟在經營的 但是他們的一個理念 共同理念 都是在幫助 幫助這個需要幫助的人 然後讓這個食物不浪費 食物不浪費 所以這個食物庫 現代的這個食物庫 食物銀行 或者稱為物資銀行呢 它的一個成立的主要目的 是希望藉由慈善團體 來號召熱心的廠商 來強調食物不浪費的這種概念 為經濟有困難的人士呢 沒辦法有這個固定的這個 三餐的基本需求的人士 過家庭呢 提供緊急 或者是暫時性的一個善食幫助 鼓勵他們的自力更生 鼓勵他們自力更生 那麼這樣的一種觀念 是把這個產商啊 或者店家 這個即將失效 商量過季 但是呢 還堪用 還可以用的這些食物 或者物品呢 把它收集起來 那經由這個慈善團體啦 或者呢 這個 寺院團體啦 來分類處理 結合這個 這個志工來運送 那麼呢 就 第一個一種方式 就是把這個物資呢 直接送到需要幫助的人 比方說這個遊民 或是兒童 或是老人之家 或者呢 這些社福機構 或者是需要幫助的個人 或者是團體 那另外一種呢 就是把這些東西呢 在特定時間 放在特定的一個地點 把這個收集到的這個食物啊 物資 或者是民生用品 任何有價值的這些物資啊 比如說衣服啊 玩具啊 文具啊 圖書 以免費方式 提供給有需求的人 前來領取 就是定點定時啦 提供給人 需要的人 自己呢 前來索取 因為我如果主動送給需要的人 有時候我們送去的東西啊 未必是他需要的 未必是他需要的 或者呢 未必是這個 他可能這個東西已經很多了 他需要別樣 可是大家都送去這樣 導致他同樣的一個東西呢 過多過剩 而他所需要的東西 反而沒有不足 就會產生這種現象 所以就乾脆 乾脆讓他自己呢 在定時 我們開放 在一個定點 由他自己來 領取 就像這個超商 超商這樣的一種方式呢 讓他呢 來自己 領取 他需要的東西 他需要的東西 就是 這樣的一種物資銀行啊 食物銀行 它主要的就是讓這個資源啊 能夠獲得有效的分配使用 有效的分配使用 然後呢 給需要幫助的人 才不會說 這個需要幫助的人呢 沒有人給予他東西 或者需要幫助的人呢 他需要的東西沒有人給予 而他已經過剩的東西呢 卻大家都送 他過剩的 多餘的東西 就會產生這種現象 所以 乾脆呢 讓他自己來領 讓他自己來領 那當然這些有一些 有一些他們的一些 這個食物銀行的一種做法 比方說 他們可能也是有一個 這個食物銀行的這個存部 所以他這一個月 他可以來領兩次 那這兩次呢 他領了哪些 這個等價的這些物品 都有做一個紀錄 才不會說 有的人來了 這個超額的領取食物 那或者呢 有的人呢 他也沒有體諒到 這個食物 或者物品的來源不容易 或者是這些提供者的一個善心 有的人呢 反而呢 因為這個獲取的方便 他就什麼產助長的 他的一個貪心 那也不好啊 所以就有一個這個 食物領取的這個 這個領取部 領取部 他每一個月 可以領比方說兩次 那每一次 他可以領等值 大概一千塊過 一千五百塊 等價的這些物品 那這樣的話 他這個 這個 這個 領的人呢 他就會善用 善用 善用 他所分配到的這個資源 然後 這是我們現代 現代的這個 食物銀行 食物庫 的這樣的一種概念 那無非 就是第一個 就是食物不浪費 第二個呢 能夠幫助 需要幫助的人 資源呢 能夠平均分配 那第三個呢 就是需要幫助的人 能夠真正的獲得 他需要的物品 需要的食物 才不會說 他需要的不足 而他不需要的過剩 這樣的一種種種現象 那當然這些 作為呢 在我們寺廟而言 可以說也是一個 很好的一種 我們寺廟 行善做公益的一種方式 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我們寺廟 總是都有一些法會 或者有一些信徒 或是有一些認識的一些廠商 那因為我們寺廟是一個公益 這個慈善的一個單位團體 總是比較有這個公信力 公信力 那麼所以有的這個信徒 就願意這個捐獻 或產商願意提供這些 即將過期 或即將這個失效 但是還是可以堪用的 這些食品 這些食物 來提供給我們寺廟 來作為去幫助 需要幫助的個人 或團體 或家庭 那我們寺廟的一個法會 的這些種種的這些物品 也可以在法會之後 提供的這些需要幫助的人 所以等於說 這個我們這個上榮 廈門元通師傅 他可以說是非常 很有慈悲心 他的理念也很與時俱進 當他知道了這個食物銀行 這樣的一種觀念 當他知道說 這個台灣 有這樣的一種推行的 這樣的一種團體 聯合團體 在做這種工作 能夠希望在這樣的一種 食物銀行遍佈到 各個地區 乃至於這個偏遠地區 我們師傅就意不容辭 就是馬上籌策辦 這樣的一種食物銀行 物資銀行的這樣的一種地方 來提供給這需要幫助的人 所以在這個很早 記得十多年前 十多年前 我們師傅就成立了這個 匯光物資銀行 匯光物資庫 來提供給這個屏東 這個需要幫助的一個個人 家庭或者是團體 那麼贏得大家的一個認同 那這是佛教 在這個北魏時代 他就有這個痰藥 他以這個中央 這樣的一種升官制度 他就建立了這樣的一種 生起戶 生起術 跟佛圖戶 這樣的一種社會救濟的一種概念 其實我們現在的這個 食物銀行 食物庫 可以說也是延續這個古德 他的一個慈悲為懷 救濟 這個需要幫助的人的一個社會 慈善事業的一個精神跟概念 這是這個談要對佛教 的一個第三個一個貢獻 第三個一個貢獻 那第四個呢 這個談要的一個貢獻 他就是呢 成立了這個 這個升官制度 他呢奏勤 設立了專門掌管佛教事務的一個 遭玄士 遭玄士 就是希望能夠 身世生絕 身世生絕 那麼除了呢 這個犯了殺人 重罪以上的這個出家人 出家人 就比方說這個殺人啊 或者是叛亂啊 這些種種 這個殺人以上的一個重罪的一個出家人呢 才由這個官府來治理 不然的話 只要是 不是屬於殺人 重罪以上的一些犯罪出家人呢 就一概這個 由誓願自己來管束 由誓願自己來治理 這是身世生絕 這個使這個北魏啊 這個誓願自治權力 發展到一個頂峰 發展到一個頂峰 這是談要的一個地勢項 對佛教的一個重要貢獻 就是他設立的這種的一種 中央級的這個升官制度 招懸寺 在這個招懸寺呢 在這個招懸寺呢 自大統一人 統一人 都為諾三人 來管理 同時呢 他也制定了這個宮朝 跟祖伯源 來管理各州郡 地方的這三門朝 地方也有地方的這個升官啊 這個升朝 那就由這個 這個中央這個招懸寺呢 來統籌 來管理 取代了以前 這個掌管生理事務的這個 宏盧寺 宏盧寺 等於說這個 談要的他另外 他設立這個招懸寺 由自己來擔任 這個中央級的這個升官啊 取代了以前的這個宏盧寺 那這樣的一種招懸寺呢 中央的這種升官呢 具有獨立 享有掌管佛教事務的權利 由中央 由國家來統一管理 那麼至今以後呢 這個出家人 犯了這個殺人 重罪以上的罪呢 由這個官府來治理之外 其他的 其他的 只要他不是犯殺人 最以上的重罪的出家人 一概交由這個招懸寺的這個升官 來以內律 內律就是佛教的戒律 佛教的這個身治 來治理 就是身世身覺 身世身覺 這是在這個皇權的時候啊 可以說是非常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 其實我們現代的這個 這個民主時代啊 要做到這一點啊 也是不容易啊 也是不容易 那麼談要呢 他在皇權的時候 他就能夠提出 這樣的一種作為 身世身覺 只要這個出家人 他沒有犯了這個殺人 以上的重罪的話 一概就交由這個招懸寺 依據佛教的戒律 這個佛教的一個出家人的制度 來治理 來處罰 所以這個談要創建的這個招懸寺 所建立的這個升官制度 大大的提高 生女的一個社會地位 生女的地位 也讓這個寺院 擁有自主自覺的自我管理權利 那麼同時他之前所創設的這個 創造性的提出設立 就是北魏佛教的一個特點 這是北魏佛教的一個特點 北魏佛教的一個特點 那第五項呢 這個談要的一個對佛教的一個貢獻 就是一經一經 龍聖佛教 在這個序高僧傳的談要傳裡面 他就有提到說 回法七代 三寶環心 就是北魏太武帝 回法七年 太武滅法 這個七年 七年 可以說是很久了 也蠻久了 就七年 三寶環心 後來就恢復了這個 復興佛教 那麼談要呢 開乾靈廢 心經重復 就是這個 北魏太武帝的回法七年 時間呢 可以說是也蠻長的 可以說對於佛教的經典也好 過著寺廟的佛像 寺廟的建築 可以說是很遭受到很嚴重的毀壞跟破壞 那一時之間呢 恢復了佛教 就沒有經典可看 沒有經典可看 所以呢 這個當務之急啊 就是要趕快把這個經典啊 能夠趕快把它呢 印製出來 印製出來 所以這個談要 他就在這個北台石窟 北台石窟就是這個 雲剛石窟裡面 有這個北台石窟寺 就召集了出家人 尤其是這個天竺沙門 這個吉家葉 好 來翻譯 《復法障陰元傳》 《復法障陰元傳》 還有這個淨土經 這個淨土經啊 就是淨杜山魅經 淨杜山魅經 淨杜山魅經 可能就是以前這個淨土也那種淨杜 那可能在抄写的时候 就是这个抄成禁度 那其实它的全称 全称叫禁度三昧经 那等等这些经典 来流通后显 一纯无绝 佛法要能够流传 这个法宝 法宝很重要 如果是佛经 这些法宝没有了 那怎么来这个研读呢 怎么来宣讲这个佛法呢 所以这个耽误自己啊 就是赶快把这个佛典佛经 赶快把它找回来 或者是编制出来 或者是翻译出来 那比较有名的 比较有名的 就是这个谭耀 跟这个西域三藏 吉家业 吉家业翻译的这个 《复法藏因缘传》 《复法藏因缘传》 那么在这个《初三藏记》里面 它就有记载这个谭耀 它的翻译的重要的三部经典 第一个是杂宝藏经 杂宝藏经 那第二本呢 就是《复法藏因缘传》 那第三本呢 就是《方便心论》 这三部经耶 这三部经可以说是这个谭耀 跟这个西域三藏吉家业 在这个北魏孝文帝的时候 北魏孝文帝的时候 把它呢 这个翻译出来 把它翻译出来 那么在这个翻译的经典里面 它有标记 就是由这个吉家业跟深圳 是谭耀溢出 刘孝彪彼塑记录 但是这三部经呢 大部分都在北方流传 并没有传到南方 并没有传到南方 这个南经啊 就是南朝这个地方 那《初三藏记集》是生佑 是这个 这个南方 南方梁朝的这个有名高僧啊 生佑 所以这生佑在记载这个 编辑这个 《初三藏记集》的时候啊 这些 记载这些经录的时候 他就有记载 特别表示说 这个谭耀所翻译的这个 《杂保障经》 《复法障因缘传》 还有《方便心论》 这三本经呢 并没有传到南方了 并没有传到南方了 那么谭耀呢 一方面 复兴佛教呢 向民众宣扬佛法 使这个民间信仰 跟这个传统文化相融合 那么一方面呢 他也积极的来邀请 这个西域沙门乃至呢 这个中国的这些沙门大德 来翻译经典 那么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跟这个 《吉家业》翻译的《复法障因缘传》 这一本经然后它是影响最大 影响最大 它是随唐天台宗跟禅宗法统说的一个依据 法统说的一个依据 那么是这个天台宗跟禅宗两宗法统之争的一个源头 但是虽然它导致了这个随唐时候天台宗跟禅宗 在这个法统的一个意见不一致的一个争论 但是呢 它也促进了宋代佛教史学的一个发达 就是因为有大家的一个争论 就导致大家会去钻研会去注意 会去研究会去挖掘会去考据 就促进了这个宋代佛教史学的发达 当然这个宋代的这个史学也是很发达 那同样的因为这个宋代的一个鞭史 他也带动了这个佛教在这个鞭史方面的一个著作 这有名的就是天台宗智庞大师的这个佛祖统计 比较有名 那同样也因为佛教内部因为有这个谈要 他翻译的这一本《复法藏因缘传》的因素 也影响到这个天台宗跟禅宗在这个法统上的一个看法 各自有各自的一种法统看法产生了一个争执 那虽然是争执 但是呢也相对的促进了这个佛教史学的一个发达 佛教史学的一个发达 那么宋代余经的一个圣经 也导致这个庶民用的佛典 所谓宋代余经的一个圣行 那么这个背景就是前面所说的 因为北魏太武帝的一个太武灭佛 这个七年 可以说时间也蛮长的 也蛮长的 很多这个佛教的经典 遭到了魂会 中南有保存 也是灵心术卷 断简长篇 使得这个一时之间 虽然附近佛教 但是一时之间 找不到经典可以严读 找不到经典严读 那自然而然 这个李师求诸也 李师求诸也 当然就民间 民间 就有很多 很多的经典 就这个如雨后春笋一般 就这样的一个出现 大量出现 就是北魏的 宜经风气盛行的一个背景 那么在这个谭二 谭二所写的 新修科分六学生传里面的 这个道辩传 就描述了当时候 宜经盛行的一个情况 这个道辩 他被这个孝文帝所重视 被这个孝文帝所重视 他可以说在当时候 可以说是也是一个 北魏的一个奖金说法的一个高僧 他刚开始住到这个北台 就是云冈 大同云冈 那随后呢 这个北魏 这个迁都洛阳 所以他也跟着游落平城 也是跟着南下 到这个洛阳河洛 河洛是洛阳 那在这个洛阳这个地方呢 就有大法尊王经八十卷 就有这一本 这个流行流通的 这个大法尊王经八十卷 在这个洛阳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盛行 那么这个道辩呢 他来来看 他来看发现呢 这个大法尊王经呢 并不是如这本经所说的 是出于佛经口所说的 不是 不是 是一本伪经 所以这个道辩呢 就把它呢收集起来 把它这些伪经呢 把它收集起来 就放火烧了 放火烧了 同时呢 他也想且欲进驻藏典 以辟于非 他也甚至呢 来注解 或是编写 这些这个 佛典 经禄 来辨别呢 真经跟这个伪经啊 这可见这个在这个 北魏太武帝毁活之后呢 经典确如的情况下 很多呢 这个经典呢 就在民间呢 如雨或春时一般的一个出现 因为礼师嘛 就自然而然就求诸也 那么在地方一般百姓呢 他没有那么高的一个辨别能力 或者是没有那么高的一个文化水准 所以自然而然 这经典说 它是佛经口所说的 那么一般百姓啊 就信为真啊 但是呢 这个道辨啊 他有本身呢 有在讲经说法 所以他至少 在这个辨别方面 他有他的一个相当的一个程度啊 他拿来一看啊 发现到这个 这个在洛阳流通的 这个大法宗王经呢 八十卷呢 他是伪经 所以就把它收集起来之后 把它给烧毁了 来自于其他相关的一些伪经呢 他可能也在这个那时候 也一并把它收集 都把它分毁 同时呢 他也讲解过注解这些经典 来这个分辨 让大家分辨 这个真经跟伪经的一个差别 那么所谓的仪伪经呢 它是相对于真经而言 就是非佛所说啦 非佛经口所说的 是由后人编撰过选钞 就称为伪经 或者是仪经 那么这个仪伪经的说法呢 始于道安的这个仪经陆续 大安的这个中理仪经目录里面 他有这个编导 编辑的这个仪伪经的一个项目 那他这个仪经陆续文里面 大安就提到说 外国生的法学 就是外国的出家人在学法的时候 皆贵而口受 佛法在恭敬中求 这个天竺西域的这些出家人 为了求得一法 他是这样的一个虔诚恭敬 贵而口受 同师守受 若时二时转 以受后学 若有一字异者 共相推教 就是一个老师可能 他教了好几个徒弟 那么徒弟呢 再传给徒弟 就辗转以受后学 就难免了 有时候会有口误也好 或是听了 听错了也好 这是在所难免 难免这虽然是同样一个 这个师父呢 传授下来的 但是有时候会因为口误 或者呢 听的时候呢 听错了 或者同音异智 在记录的时候呢 记错了 都有可能 那么辗转相传呢 就会有一些出路 作为一些出路 若有一字异者 共相推教 就是大家都会很谨慎 如果遇到的时候 彼此呢 再做附送一下 来做一个确认 共相推教 教定 教定 得辨兵之 佛生法无重也 如果在这个共相推教之后呢 发现有出路的 有出路的 那么呢 他们就会把它改正过来 改正过来 为什么 因为身法无重也 就是不能轻率 这个佛法不能轻率 可见 印度西域 这些外国生呢 他们对佛法的一个严谨 一个严谨的一个 一个恭敬 严谨的一个态度 那道安本身在智学方面 他也是很严谨 所以他在这方面呢 他也很注重 很注重 那么金字净土 就是这经典传到我们中国来了 齐年未远 而喜事者以沙标经 虽然经典传到中国还不是很久 但是呢 有些人 有些人 就以沙标经 以沙标经 彬彬如也 虽然这些经典也写的 文子彬彬也写的 而吴瓜正 何以别曾伟夫呢 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做好 做好瓜正 做好这个校对的工作的话 如何辨别真经跟伟经呢 就像这个龙者 喝草聚在 后继为之叹息 就像这个龙夫 在种稻的时候 这个稻粮跟这个杂草 同时生长的时候 这个养分都被杂草吸收去了 那么这个稻草就没有养分 这个稻骨就生长得不好 自然而然收成就不好 所以在这个龙夫 他有三不五十固定时间 他就要去农田里面 去除杂草 免得这些养分被杂草吸收去了 这个稻骨就生长不好 就叫龙者 喝草聚在 后继为之叹息 后继就是这个周草的祖先 周草的祖先 他叫契 他叫契 为什么叫契呢 因为他的母亲江远 有一天在这个野外 就看到了一个巨人的脚印 那这个江远 这个女孩子就很好奇 怎么有这么大的一个巨人脚印呢 他就下去 下去走一走 结果没想到回家之后就怀孕了 怀孕了 那一个未婚怀孕的 当然就很没面子啊 所以呢 当这个江远啊 生下了这个后继啊 他就要把他丢掉 不敢养 不敢养 来路不明啊 来路不明 不敢养 丢掉河里也没有淹死 丢到这个野外也没有被冻死 所以呢 就就把他只好呢 再把他呢 抱回来养 所以叫气 叫气 那他这个 这个气呢 他呢 很会种田 很会种田 所以这个谣啊 谣啊 他的 遇到了这个饥荒啊 他就 认这个气啊 当这个龙官 龙官 就是我们现在的龙委会主任啊 就负责这个龙座 龙官 所以就把它称为后继 后继 然后赐这个姓叫季姓 季姓 这是周朝 周朝的一个祖先 祖先 他是本身负责这个龙座的一个龙官 所以后继为之叹息啊 那金潔玉石同间 便和为之怀齿 这个金潔就是好的高贵的这个疏处啊 这个高贵的这个储藏室啊 玉石同间 就是宝玉跟一般的石头 放在一块 放在一块 便和为之怀齿啊 便和 便和就是发现和事弊的人啊 就是在这个战国的这个韩非子里面这本书记载说 这个储国人便和啊 他在这个金潔 储山 发现到 这个一块 很珍贵的这个玉石 很珍贵的玉石 那他就 献给这个储立王 那储立王就派这个 这个懂玉石的人呢 来鉴定 便和所献的这块 这个珍贵玉石的这个圆框 结果鉴定的人说 这不过一般的石头而已 所以那个储立王啊 就很深思议就 这个 这个 殿和啊 就是属于欺君之罪啊 就 斩了他一条腿 斩了他一条腿 那等到周立王驾崩之后 这个周 储立王驾崩之后呢 这个储武王 储武王继位啊 这个 便和啊 他不死心 不死心 再把这块玉呢 的圆框 献给这个 储武王 同样的啊 这个储武王啊 也派人鉴定啊 这个鉴定的人说 啊这个 就是一般的 普通的 石头而已 所以这储武王啊 也是判这个 殿和啊 这个欺君之罪 再砍他 这个 一条腿 就两条腿啊 这个便和啊 都被砍了 等到这个储文王继位的时候啊 这个便和啊 他就在储山啊 哭了三天三夜 那这件事情就传到了这个 储文王啊 储文王就派人去问啊 你不过这个一块石头 你为什么在这里 哭了三天三夜呢 那这个便和啊 他才说啊 我哭不是伤心我的腿啊 被砍啊 而是伤心啊 这个好人不被重视啊 就像这一块玉石啊 它是一个 这个 这个 举国的 这个 国宝级的 这个 珍贵的玉石啊 但是呢 不为人所重视啊 把它认为是一般的 石头而已啊 所以这个 储文王啊 他这 叫 另外的这个 宝玉石的这个 工匠啊 再来 搏这一块 玉石的原矿啊 才发现 真的是 这个 矿室的珍宝啊 所以就这一块 碧啊 就把它 称为 和氏碧 这和氏碧 的一个 由来是这么来的 那么 这个 这个 玉石 同间啊 辨何为之怀齿啊 就是好人啊 不被重视啊 甚至呢 被 被 看成跟一般普通人一样啊 就很可惜啊 就像这一块 玉石原矿啊 就不被人家重视啊 把它认为是一般的 这个 石头而已啊 其实它是一个 这个 矿骨 珍宝啊 的一个 一块 很稀有的 这个玉石啊 而不被 人家知道 重视啊 就是辨合 它的一个伤心之处啊 那么 从这个 道安的这个文章啊 就可以看出说 这个文章 文言文啊 就是有很多典故 这相言两语啊 其实它背后的典故啊 就一篇呢 这个一篇故事 但是呢 这么一篇故事呢 就是文言文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 三言两语 叫它叙述清楚啊 所以这个武文 它的优点就是这样 简简 但是呢 你要看懂 就是要先必须要了解 它背后的一个 背后的一个典故啦 安 就是道安呢 怎么敢呢 轻率鲁莽 所以见敬畏杂柳 敬畏杂柳 容舌并尽 岂不此焉啊 就是容舌混杂 真经与伪经 分辨不清楚啊 这不是很丢脸的事情吗 就是我们一个出家人 那对佛经 你都没有一个分辨的能力 那不是很可耻的一件事情吗 这是这个 道安啊 在这个 他的一个 总理重经目录里面 编有这个 宜经这个项目 在这个序文里面 他表达的一个 他个人的看法 他个人的看法 那这些都是告诉我们 其实这个 修行啊 虽然是着重实践 但是基本的佛学素养 基本的佛学素养 我们也必须要具备 我们也必须具备 所以我们会讲解这个 中国佛教史 其实就是告诉大家 对我们自己佛教史的 基本知识 基本这个素养 也是要必须要具备的 必须要具备 那同时我们也在这个 讲解中国佛教史头 就引经据典 引经据典 也让大家能够 这个回归原文 回归原文 那加强 我们的一个古文能力 这是我们在讲述 中国佛教史的时候 会做这个 包括引经据典 引述原文的原因 无非是希望大家 利用在这个听课的同时 也多读一点这个古文 来增长我们读文的一个能力 辨识的能力 解读的能力 认识中华国际诗诗协会 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火 层出不穷 众生身心受着许多 内外的压力与伤害 为此 慈悲智业 成立中华国际诗诗协会 推广大乘佛教 上供下师之慈悲法门 喜认世尊 诗设慈法之慈悲本怀 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 不诗者亦得福 实为明阳两立之善行 修诗诗与焉供法 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 不仅不诗六道众生 可以增长不诗者 福禄受财 生生世世 福寿长 善根具足 也因为不诗轨道众生 与众生结善缘 则能免除一切 有形无形障碍 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 事业有所注意 国际万场焉供 自104年4月1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中午止 海内外 共30万 三千零二十五场 不诗蚂蚁 小鱼 自105年5月2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直 海内外 共一万两千三百一十一次 新逢赛经节 明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 成一千万倍 佛教慈悲至业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恭送 钥师 流离光如来 本院功德经 恭请 慧信法师领众 时间7月11日 星期四 下午一点半 联络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仪 共慕福恩 新逢孝道乐 佛教慈悲至业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期见梁黄宝产 即鱼茄宴口 普师甘露法会 日期8月26日 星期一 至8月30日 星期五 梁黄宝产法会 上午9点开始 恭请广乎法师 及法务指导法师组法 8月31日 星期六 佛学讲座 即于谦宴口法会 上午9点半 佛学讲座 佛学事宜 主讲人 广乎法师 下午14点 于谦宴口法会 恭请惠泰法师组法 法务指导法师 共同领众 法会备有贡品礼盒及白米 发给中低收入户 地点 宜然大悲观音道场 联络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哲法师组法师组法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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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